很多人讨论就是说 如果遇到这种直男癌怎么办 然后有一道女生如果比较作的话怎么办 像Baby我觉得你应该认识身边很多朋友 那对于这种情况你会怎么解决呢 其实我觉得女生会作的原因就是因为太爱了 太爱了就会容易缺乏安全感 对那缺乏安全感的时候 就可能会一直想要跟对方确定你是不是爱我 就会让那些男孩觉得好像有点作 但其实并不是 那只是因为爱 如果他不爱你了他当然不会作了 不爱你我就不会重视你 就不会在乎你的感受了 那怎么样去治这些比较有直男癌的男生呢 其实我觉得男孩吧 有时候应该主动一点 就是每天都给女生更多的安全感 每天都告诉他我有多么多么爱你 或者是做一些比较有形式感的事情 有一些惊喜 就是一个惊喜就能撑很久 所以男生要给女生带来这个惊喜很重要 对不对 所以这是Baby给出的这个谈恋爱过程当中的一些意见 我希望也可以给一些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 还有我们在场的VIP们一些谈恋爱的建议 那我觉得刚才那个是我们初次见面的环节 叫初见一见钟情 那接下来初恋完了我们就要马上进入到热恋当中了 来我们一起看一下 热恋当中很多男生就喜欢摘一颗星星送给你 对就是热恋当中男生都会想要上九天揽月 下午羊桌憋 对就是特别希望把最好的东西都给到女生 对所以那接下来这个环节 热恋的人我们要来测试一下他们的这个热情 还有这个互相之间的很多的关系啊默契啊信任 所以接下来我们同样要请出两队会员来进行测试 还是从我们Angela Baby的后援会当中抽取的腾讯视频高等级会员情侣 以及腾讯视频会员情侣 来我们请两队上台 你看这个热恋上来就是牵着手的 刚才初恋上来就跟列队一样 好那我们还是一样 请四位跟大家然后跟Baby打个招呼 然后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大家好Baby好 你好 我是腾讯视频高等级会员 然后呢我来自四川绵羊 我叫小倩 然后真的比较激动 见到你 真的很喜欢你 然后可以和你这么近距离地站在一起 真的很喜欢你Baby 谢谢 欢迎你 欢迎小倩 来 大家好 我是腾讯视频高等级会员 小倩的男朋友 然后我觉得刚才他们穿的是那个心跳的可以放在我这 我现在超紧张超激动的 好冷静 然后就是我们是从四川来到上海这边嘛 我们都特别喜欢Baby 然后能跟他一起 今天能